斯里兰卡示威群眾拿車輛泄憤 因為這輛巴士原本被用來載送政府支持者 另一輛轎車也被推進水裡 執政黨議員的住宅也遭到抗議民眾縱火 斯里兰卡反政府示威 在8日當天演變成大規模暴力衝突 總理馬辛達拉賈帕克薩在9日辭職謝罪 但他的總統弟弟哥塔巴耶拉賈帕克薩 可還沒下台 反對黨指責因為斯里兰卡總統一家 讀扣自己家鄉 大星圖木蓋大白象工程 加上政府疑似陷入中國的一帶一路 債務陷阱 民怨持續沸騰好幾個月 在五月終於爆發 結了一大規模流血衝突 斯里兰卡安全部隊建築首都 全國進入宵禁 國防部更下令士兵見到破壞者 可以直接射殺 官方決定用槍桿回應民生訴求 聯合國人權單位也表達關注 繼續當政的總統把問題推給種族與宗教衝突 斯里兰卡政府枉顧民意 選擇硬碰硬捍衛政權 華西新聞幫子齊編譯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不祝我們好 最新的 Leb肪 Jb Gun 江挖 做法 Jb Gun 我覺得 吉賯 ику 然後